肖战的最美表演终于开播了 不得不说肖战这一次的表演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其实在这个微电影没有公布之前 粉丝们都纷纷猜测肖战会以怎样的方式出场 是拼命公子还是文文尔雅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肖战有着新的起点 那就是挑战市井小民的角色 4.2019最美表演各个片段的播出 网上也跟着掀起了很多的讨论声 片段虽只有短短几分钟 但要在几分钟内表达清楚一个故事 更是不太容易 演员的演技自然也就要接受很大的考验 有不幸中遭遇到群潮的演员 相反肯定就会有受到夸奖的 而肖战在短片《家规》中饰演一个市井小青年 在里面惊艳的表现 这也是出乎意料的 而且肖战也完全的消化了这场戏 无论是两次用袖口擦车的动作 还是害怕父亲 威严的那种胆怯的眼神 都活灵活现的 震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不过这多分钟的短片 也是让人意有未尽 受到了网友的一片包养 网友都表示太惊艳了 真的很有灵气 这些褒奖对于肖战来说 肯定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然而有一点网友却直呼不满意 因为片段实在是太短了 才三分钟根本看不够 不过和肖战合作的苏伦导演 却称还为一个短片 而且这个短片还是以最美表演压折的方式出场的 由此可见导演对于肖战也是相当的认可 在遇到肖战之前 苏伦导演就已经把两个方案制定好了 所以才一直接着选择和肖战合作 其实了解肖战导演的观众们也都知道 他有挖掘演员前置的力量 这次肖战的角色也就说明了一切 在最美表演的下方中 网友们一知晓了 原来在家规里 还有一个剧本 是和外卖员有关的 网友们又开始期待了 小展这一次究竟又会带来怎样的表演呢 小展在接受采访时也透露 自己在读完那个剧本之后就忍不住哭了 他表示自己非常的感动 因为想到了自己的亲人 而且非常有画面感 能想象到这个外卖小哥就在自己的面前 他看到外卖小哥坐在寒风中 跟外婆打着电话 让他十分的动容 就在接受采访之后 没几天就有神通广大的网友 曝光了肖战视野外卖小哥的剧照 照片看起来非常模糊 但是谁让肖战的颜值太高 这么高呼的图都挡不住他的神眼 网友还是一眼就看得出来 这就是肖战 剧照中肖战坐在一个环境较差的居民楼下休息 穿着一身标准的外卖员小哥的衣服 外套和头盔都是红色的 腿上还戴着厚厚的呼吸 双手系着自己的头盔袋子 一脸的心酸和无奈 可能是由于肖战太过销瘦 衣服显得很肥大 不过肖战凭着自己的高颜值和独特的气质 还是撑住了这身外卖服 光脱脱的树枝都表示着我很冷 再加上肖战还穿着这么厚的衣服 不由得让人想到外卖小哥的不容易 肖战的左手边是一个装外卖的盒子 面前是一个小定律 网友们在看到小定律时 画分物就有点变了 因为网友都知道肖战不会骑自行车 肖战在之前的采访中也承认自己确实不会骑 后来还在微博上放出了自己学自行车的小视频 视频中肖战摇摇晃晃的骑着自行车 看起来随时要摔倒的样子 画面十分的滑稽 虽然网友都表示笑了 但还是很开心肖战又开发了一项新技能 肖战才刚学会自行车 不久就要骑电动车 于是就有网友提问道 他骑车能骑稳吗 有人就在底下回复 自行车都大话 另外在这一次的表演当中 肖战还说自己家乡话 重庆话 这也让粉丝们期待万分 除此之外 肖战也谈起了能够让人感动的演技 必须让自己与要饰演的角色产生共鸣 在打动自己的同时才能够打动观众 其实肖战也表示说自己的演技并没有任何的技巧 只是让自己身处于角色的滋中 在拍摄陈青令未无限的时候 肖战用了一个多月才出戏 这也是因为他这种真情实感才获得了那么多观众的喜爱与认可 最后也要说一下 肖战这一次的压轴制作一定会引人泪目的 所以粉丝们在观看的同时也要准备好纸巾 同时也要感谢苏伦导演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肖战 让肖战有了新的起点和突破 希望肖战的外卖员能带自惊艳网友 好了 今天小师姐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想知道的娱乐资讯或者明星的八卦新闻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小师姐会第一时间为你呈现哦